欢迎收看老炮电影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 已婚妈妈心酸育儿电影 塔利 家庭主妇小薇怀上了第三个孩子 延下距离预产期不到一个月了 但即便身体因为怀孕 本重又难受 她依旧每天尽心尽力整理家务 照顾两个孩子 丈夫下班回家后 常常因为工作太累 就自顾自的休息了 对小薇也只是嘴上安慰几句 虽然孩子的存在 让小薇感觉很幸福 但是这一段时间以来 她觉得非常疲惫 早上小薇帮两个孩子穿好衣服 度处他们吃完早餐 就开车送他们去上学 儿子因为患有狂躁症 在车上时不时发病肠呢 到了学校 校长也和小薇谈论了儿子的情况 鉴于儿子的狂躁症依然没有改善 班上还有别的孩子 教务人员不可能把所有精力 都花在一个孩子身上 所以建议劝退 另找别的学校 小薇听了之后非常生气 对着校长大发雷霆 之后拖着疲惫的身体 离开学校 来到咖啡厅 想吃点早餐 又偶遇了老同学 老同学身材苗条 奉趣幽默 想行之下 小薇的心情 一下子跌到了谷底 晚上小薇家来到哥哥家吃饭 哥哥家里也有两个孩子 但是他们请了一个保姆 嫂子没有什么育儿负担 整个人容光焕发 衣着光鲜 孩子们也特别听话 看着一脸疲惫的小薇 哥哥就建议她请一个夜间保姆 帮助育儿 丈夫也觉得 这是一个不错的建议 小薇虽然心动 但还是拒绝了 之后 小薇艰难生下了第三个孩子 产后才没几天 丈夫就因公事出差了 留下小薇独自育儿 小薇独自承受着身体上的疼痛 和所有反差的家务和育儿工作 终于在某一天 不堪重复爆发了 冷静之后 她找出了哥哥之前 给她的保姆名片 找来了保姆 保姆名叫塔利 小薇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 就觉得很惊讶 因为她年轻又漂亮 小薇不确定 她能否照顾好孩子 也不知道 做着保姆这一份 凡人又辛苦的工作 她是怎么保持 好的心情和身材 可是一夜之后 小薇的疑心都消失了 塔利把孩子照顾得很好 小薇在孩子出生后 第一次睡了一个号觉 小薇看着床上 安静躺着的孩子 被塔利整理得干净的客厅 桌子上摆放的新鲜鲜花 心情开始有了好转 她力渐渐走进了小薇的内心 她常常用鼓励 温和的目光 看着小薇和她聊天 倾听小薇的烦恼和吐槽 帮助她照顾孩子 整理家务 小薇现在有更多的时间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她放下对儿子的心结 去和校长道歉 并且把她安排到了新的学校 开始打扮运动 想要改变自己走样的身材 给家人做一桌丰盛的晚餐 抽出时间给孩子们讲睡前故事 积极参加 家长活动 原本一团乱麻的生活 也开始有了起色 一天 塔利照常来到小薇家带孩子 心情不太好 塔利建议小薇陪她出去转转 放松一下心情 他们开车来到了 塔利家附近的酒吧 喝了酒 在舞池里跳舞 小薇已经好久没有感到如此轻松 在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之后 塔利向小薇坦白 自己不能再为她工作了 打算离开这里 小薇一听 心里一沉 马上表示自己离不开她 甚至愿意付更多薪水 但是塔利还是坚决地要离开 塔利说自己就只是帮助小薇和家人 搭建良好关系的人 现在任务完成 自己也是时候离开了 小薇的心情一段脏 因为她已经把塔利当成了生活中 重要又不可或缺的人 之后她就叫回家 在半路上除了车祸 车子翻进了路边的湖里 小薇在迷迷糊糊间 看见了塔利 她变成了一条美人鱼 缓缓向她游来 等小薇再次醒来时 她已经在病房里了 小薇回想起之前和塔利在一起 度过的美好时光 才恍然发现 其实 一直以来都只有她自己 那些假舞和照顾孩子 都是她不眠不休换来的 而塔利只使她幻想出来 鼓励自己的影子 塔利又出现了 她来到病房和小薇说再见 并且鼓励她好好生活 小薇微笑着送走了她 丈夫在得知妻子的病症后 非常后悔 并且承诺以后会帮助照顾孩子 更加关心小薇 小薇最后也和丈夫和解了 或许之后 他们平淡的生活将会有新的改变 虽然人们常说 女主内男主外 但是在今天这样一个男女 愈加平等 女性也积极参加工作 甚至是家庭执著的情况下 育儿对女性来说 更是一项具有挑战 和耗费体力精力的事 孕妇往往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独自育儿 还容易患上产后忧郁症 所以家庭生活 更需要男性的支援和帮助 以上就是本期老包电影 为大家带来的内容 老包电影 每天都有新东西 喜欢就关注我吧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您 邀请你